Hello 大家好 今天黃絲拉廚房想和你們分享一個話題 究竟年紀大了 是否要少點吃肉才健康呢? 但其實醫生會強調給你聽 有兩種肉類 你多點進食 其實對我們身體會更加健康 會更加長壽 蛋白質是我們身體必須吸收的成分 蛋白質的來源 最主要是由肉類、海鮮類、蛋、奶、豆類 很多食素的朋友 尤其是全素的朋友 他們會連蛋、奶、肉類、海鮮類全部都不吃 只是攝取豆類的蛋白質 其實相對於植物的蛋白質的吸收會比較弱 我們身體吸收植物蛋白質會比較弱 而肉類的蛋白質會比較好 但由於肉類也含有很多脂肪或者飄零 就會令到很多時候有痛風的人 又或者是血脂過高的人都會被之側刺 但如果我們適量食用 其實對身體也是非常好 例如第一個要選擇的 比較推薦的就是雞肉 但是雞肉也有人說它的激素會高 所以我們選擇雞肉的時候 最好選擇一些在滯養方面的來源 或者沒有添加激素的雞肉也會比較好 而且雞翼就會被認為激素比較多 我們很多時候就可以全隻雞 又或者是雞腿那部分 其實雞翼也有一些是無激素雞翼可以選擇的 現在畫面看到這包 它就寫著自己是沒有添加激素 沒有添加一些防腐劑 可能會相對健康一些 另外乳類也是被推薦為一個很好的蛋白質的來源 因為乳類它除了豐富蛋白質之外 它含有奧米加3的魚油也是比較豐富 以及對外身體是很有好處的 不過上次也有個網友在我影片下留言 就說青魚的飄零也是高的 所以如果有痛風的朋友就要注意一下 或者選擇其他的乳類 另外呢 豬肉也是我們很常食用的肉類 但是豬肉是屬於紅肉類 所以我們吃的份量就會相對比較少 這一包就是我都很喜歡買的雪藏的面字豬肉 因為它寫著自己是沒有添加激素 它的豬肉是谷字豬 所以我多數都喜歡買這些 另外那個蛋呢 其實我是想說 我平時的煮食方法就是 我隨水這樣放 我的雞蛋是放冰箱的 我隨水這樣去煮滾它 然後水滾我關火 然後關火 關火之後滾它5分鐘 之後我就可以拿出來 那你拿出來的時候 倒了一些熱水 又或者你可以撈起它 然後就是用一些冷水 用一些水喉水 浸著它一會兒 等它冷卻 冷卻之後就可以撕殼吃 其實我自己就比較喜歡 半生熟的蛋 如果你是想再熟一點 那你可以是關火之後 六分鐘或者七分鐘 都可以的 那我自己就喜歡五分鐘左右 還有我這個蛋呢 是在雪櫃拿出來的 所以它的溫度會比較冷 所以記住就要脫水下 否則它的蛋殼就會很容易爆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其實我們適量地吃肉 其實對我們身體是會更加有益的 好啦,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 就like、shar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有我很歡迎你的影片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